眼镜蛇窜入小区电梯间 云南景洪警方抓获后移交动物救助站 10月16日晚 一条眼镜蛇盘踞在云南景洪市版纳一平小区18栋一楼电梯间的广告显示屏上 把小区居民下的不敢进除 景洪市森林公安局民警西带捕蛇设备赶到现场后 将蛇装进编织带背回 19日景洪市森林公安局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 www.spare.cn 这条野生眼镜蛇属国家保护动物有剧毒 以以交景洪市野生动物遮住站收容遮住 剧处景民警介绍 这条蛇头不成椭圆形 颈部背面有白色眼镜架状斑纹 体背黑核色 兼有十多个黄白色横斑 看到民警靠近眼镜蛇把头高高昂起 时不时吐出蛇性 依附随时准备攻击的模样 民警初步判定该蛇为眼镜蛇性情凶猛 攻击性较强 属剧毒蛇类 为防止伤及群众 民警迅速疏散了周边围观群众 并使用捕蛇钩 捕蛇前对眼镜蛇进行捕捉 不料在民警将蛇头拖到半空中时 眼镜蛇竟和民警玩起了拔河比赛 该眼镜蛇虽然蛇头落在了民警的捕蛇器中 但眼镜蛇却将蛇尾紧紧裹住电线 任民警如何使劲就是不松开 健壮 民警用另外一把捕蛇器夹住蛇尾 才将眼镜蛇拖到地上装入编织袋 17日 民警请专业技术人员对捕获的眼镜蛇 进行了鉴令检查 经检定这条眼镜蛇体长一三米 体重1000克 属剧毒蛇类是国家保护的 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 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被列入兵为野生动植物种 国际贸易公约附路禁止交易 18日下午 景洪市森林公安局将蛇 移交给了景洪市野生动物 救助战收容救助 责任编辑张一玲